后端是可以联络的,但是在前端,它有这个SAMORIGIN的这个一个限制在这里 好,那再回头来,那怎么样来access这个profile information 就刚刚这边,这个profile information在这个trading site 这个放回来的时候怎么access它呢 那假设这个是合法的,这个trading port里面,它是支援给我们的一个所谓,不是合法 就是假设其中有一个show profile,但也合法也可能是这个,也可能非法 就是有一个这个功能,当然如果是在csf里面,这就是非法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步骤里面去做get profile,就是这个force profile 就是我们强迫去抓profile这个动作 好,在这边有一个show profile,去抓这个profile 那抓这个profile,我们把这部分谈完 那去抓这个profile的话呢,那这在firefox里面嘛 那下面你抓回来的就是,那这是一个get的里面 你抓回来的就是你的,你的这个profile,你的response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是什么 看得到你的,比如说你的账号 然后你的这个email和个人的,你的profile就是你的个人的这些讯息 你的深层八字啊,这些东西 所有你的姓名,地址啊,这些 那,那这个show profile它长相怎么样呢 这个,这个是透过adgets去抓的 所以,所以它的get,那假设是有profile.spx 那然后它去抓的时候这个 就把,就,就,你,你就把里面的 你把这profile里面的这些 就传回来这是一个阵列 所以,所以这个profile里面的第0个元素 第一,第一个元素 就这个,第二个元素是account 然后这个name,lastname,email 这些东西呢,我统统就把它给,给这个,抓到了 那,那我刚刚说有这个sameorigin 或是crossdomain的policy 就是它,那这些 是怎么抓的呢 我刚刚有看到,对,刚刚有看到这个 这个show profile可以,可以这个 去show profile这边,可以把这些显现出来 那基本上我们用的就是 就是,就是当,这个cserf呢 它是透过这个,这个script tag 刚刚我们看到说有aquillen iframe image里面也可以 那现在script也可以 那这边这个script tag 是,是抓这个profile.spx 用profile.sf去抓 那这个例子里面呢 那你,你那个array,是pass回来 我们到底怎么样抓到 我们刚刚说好像很神奇 对,怎么样抓到这个阵列里面的讯息呢 那阵列,你传回来以后的这些 阵列里面的讯息 其实,是可以用很多方法都可以抓到 那,那这边,我们课本里面介绍呢 就是,你传回来这是一个阵列 对,那你这个阵列是没有被reference的 是没有名字 没有被reference这么一个阵列 对,那你把它override这个阵列 那,或是override这个unreference 或unprotected的阵列 用什么,用这个方式来抓 用,你set 你set,你把这个阵列 把它连到一个什么 spoof 连到一个,就你这个恶意的 你的这个假造的方式里面 去override以后 然后把那阵列的 override的上面这个pointer 指到去执行我这个spoof的 这个程式 这个就像是这个buff overflow的这个做法 就是我们在,在software的security里面有谈好 就早期的时候buff overflow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吧,那在这里同样可以应用 我把这个object呢,我override 那override就我把它写上去 然后写上去以后呢 然后把它set到一个 我的这个function 这个spoof的function呢 这个spoof的function呢 它做什么 这个spoof的function它事实上 它就是 open以后把get这些data 把这个array里面的data呢 把它给送出去 所以基本上你override这个阵列 然后把这个阵列里面的data 你open了这个spoof的function 那spoof的function里面呢 它只做一个send的这个动作 send的就把这个x呢 就变成这个array变成一个data 然后去执行这个getsp里面 把这个data给送出去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我 我不用这个cross 我 我刚才有那个cross.main 对 有send original limitation 那现在我在这里 只要把这个function摆进去了 那就可以把那个array里面information 给送出去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你的critical information 像 像这个 这是 c serve 那有的是ssrf 或者csrf 都可以 那 到这里面 你firebox里面一看 你就可以get data有什么 data有这些了 就刚刚那些data 你通通都可以这个 一个一个一个抓到 就是 在这里 我这里是get 我这边是get get 每一个data 那 那每个data 这里也只是秀给我们看 就是 基本上就告诉你 这样就可以抓到 我send这个request出去 我就把一个一个给 给抓回来 那当然 那当然你的 你现在这个是 抓 抓这个 我们这边的 这个人的profile 是一个阵列的 一串的一个data 来 这个 一个阵列的data 来存放 那如果说 你是用街上的方式来存放 那profile 用街上的方式来存放 那类似 接上方式存的话 那接上是java的物件 对 那接上方式存的话 那response里面有 name value pair 有这个 这个name firstname等于john lastname等于smith email等于这个 就是他这些东西 那 那你的object里面 一样set spoof 都做类似的事情 那结果抓的也是一样 只是说 只是说这个 这个function object的 这个setter 变成spoof 就是 你在这个function 这个 这个function array变成object 然后做下来 都在spoof里面去做 所以这个 原来的阵列 现在变成一个 物件的阵列 然后 通通把它set到spoof里面去 把这些东西 给 给 就是这些 John Smith 跟这个 直接把它给抓出来 OK 那 最后一个部分 应该快要到最后部分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callback 那 那 那callback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基本上 它 它这个 能够提供我们这个 我们说 我们 我们要client端跟server端要能够 能够沟通的话 那 我们说hvp它有个限制 hvp很像是这个client端永远是当 当这个提出request server端永远是放出这个response 回应response 那callback的话呢 是让client端有更多一点的这个 主动 那client端主动 那什么 就我在执行这些时候 我在执行这个 呃 某一个 某一个这个所谓的 我呼叫回去 呼叫回去这个 server端 callback 某一个function 这叫profile callback 就在这个 后端有一个 profile callback的function 那这个profile callback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看 那 那这个一个url呢 那它产生的这个string 就是 这url以后这个产生 产生这个string 会产生什么string呢 就profile callback 然后呢 呃 就回应 就变成这个name 然后这个比如说bob 然后他email 就是说如果这个function里面 他的 他的这个 呃 需要去抓的是email name 那 那这样的话呢 那如果你用这个script 加上 就是说如果sysurf的这个page里面 你能够加一个这个script的这个tag在里面 事实上你就可以 bypass这个same original policy 那 怎么做 就刚刚我们是介绍callback的运作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在 在sysurf里面呢 的如果你是attack的话呢 那这个 那这个